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到最后一节向左忙的时间 刚才那五节对于世界杯 我们有不同程度不同等级 不同层面的批评批判或者指责 甚至中间夹着一些观众不喜欢听到粗口 但是记者认识说粗口 只要看波人怎么不说粗口 浪费气 但是 我听南非那个东西只代替粗口 其实是闻名点 那我就问民明 那我过来说 以前你去大球场看球 你行一行 拍手掌就是那球入了 如果你起雄 那就是那球不入了 你不用走得这么快 所以我们会说粗口 当然重点不是说粗口 重點是說除了不是理想的那邊之外 我想先有一個建議 阿榮哥你給我講 我希望既然有足球 可能這個就是第二台 我希望我們要搞到一個Block Club 就是說你有足球的輸籍 可以Scan的link上網 或者拿上來 大家交換一些輸籍 因為足球輸籍又難賺又貴 這個就是德政 當然如果你說有些比賽的片段 你用這個平台來交換也很好 因為現在我們在說和阿榮哥都沒有意思 那場播是怎樣都沒有 如果大家有了一個基本的素材 就可以說了 你到底是說春一百二年 又說這樣 我就很討厭那些學者 經常不教人看那些 原作原著就說我怎樣怎樣 是不是外國獨那個 是很可憐的 香港的學者經常說我這樣就浪費了 你都不教人看原著 你經常說某個觀點是沒有意思的 你一定要給那些原材料才行的 好 譬如說剛剛看了那麼多場 你快點搞了 TFG可以看那些書 這個可以用後再談 但是看了那麼多場 你覺得看得比較開心一點 我先講得太多了 好不好有幾個角度看的 你從一個擁護那對球隊的角度 你很討厭那對球隊的角度 還是純粹你很抽離欣賞的角度 我真是抽離的 我是可以變的 有時我是一個擁護某一隊 有時很討厭某一隊 有時是一個抽離的角度去看 如果你問我 如果真的最開心的 當然是英格蘭對德國 因為做一個反直的球迷 通過反英格蘭來到去反直的話 看到英格蘭因為一個明明入了波而輸 更加是額外開心 令他150年的殖民恥辱 現在他遭受了一些不公義 我覺得很開心 這個當然是一個很變態的想法 但是有一個平台給我公開 我覺得相當不錯 那猶太人豈不是很不開心 為什麼 因為德國又佔了便宜 無需要殺猶太人也佔了便宜 那沒辦法 可能他四強就會有報應 很簡單 如果純粹抽離的說 有哪一場的觀賞價值比較高 其實如果你覺得對攻的話 你看到丹麥對喊龍 其實那一場對攻是比較過癮的 但是對攻的過癮之餘 你看到大家防守的能力是否比較差 是否大家忽視了這件事 其實那兩隊的防守也不是特別好 其實如果你要用這個抽離的角度去看 你會牽涉到 你是不是一個 我們一向的主流就是 你進攻速球就是好 你進入別人的球就是厲害 譬如你英格蘭去德國那一場 你覺得雙方進入了五球 但是坦白說 雙方那一場的防守也很差 德國其實由領先2比0到0,3比1 那一段防守是差得不得了 你沒有見過英格蘭打了四場 可以在禁區外面馬甲猜球 馬甲射球 沒有人指的 其實這些東西很牽涉到 一個個人對足球的理解 那個執著其實是甚麼 譬如祥鵬剛才說 如果你荷蘭球不是見到 現在荷蘭連個教練都說 我沒有提全能足球很多年了 然後進入了四場 你喜歡他甚麼東西呢 你喜歡一個球隊 其實是外匯的球隊本身 你喜歡他就喜歡他 無論他變成怎樣都喜歡他 還是你其實是在外匯的風格 我覺得這個世界杯 其實是給很多不同的人 去帶出他自己的看球的哲學 或者執著其實是甚麼東西 很明顯祥鵬跟我不會一樣 你的之外是甚麼呢 我可以抽離去不同的 例如看巴西 我一個巴西的球 我就會用一個支持的角落 例如見到英格蘭 我就會很憤恨的 去為他的失誤而鼓掌 而喝彩 去到一些無關痛癢的 對我來說無關痛癢 可以用一個比較抽離 純粹去欣賞足球的 我的之外是很簡單的 good football good football 有幾個因素 就是不要太矛盈 第二就是你要踢得比對手更加好 不是希望對手比你差 這個就是good football 譬如現在我是巴西等 我絕對不希望對方的主仲突然踢踢一下 咬柴出場而贏你 我希望我主仲比你的主仲更厲害 這叫good football 好似你這樣 最好踢足球 最好一兜 兜胸口踢了一腳之後 對面的球證看不到 他都會出差 這樣就好 what for 我覺得 輸贏是很重要的 但如果你擁護那對手是 更加好的對方 你無需對方是壞的 是不是 他過五關斬六仲射一球 我兩球 你四十碼射入一個球 我五十碼射入一個球 就好 是不是 我看球不是覺得很可笑 你找甚麼人是壞的 你好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good football 我用甚麼要貌你 我不貌你贏你就可以了 貌有一個很有趣的討論的焦點 譬如你索亞雷斯在八強最後一秒 拍花火球出來 有多貌 這個 nothing malicious 我說的 milicious是你要傷害人 OK 拍一個球 你傷害一個球而已 有甚麼問題 沒有問題 因為你要take risk 你平常出不了的 是不是 即是 即是那些 是人之情常 milicious是不好的 在外面踩人一腳 那有甚麼意思 譬如你推一個球 推到好行 我為了要tackle你 我打橫訓就撞死也划算了 但是那個球 我最討厭前鋪扭腳 然後踩人 因為一定會中的 你明白嗎 我最討厭巴西前鋪 你在那邊扭 一脫了腳之後就要踩人 是不是 你去玩得人 你就預得被人拿個球 是不是 你一個人扭人兩個 三個 你扭到脫了 如果人家過來tackle你的球 你踩人的腳 那一定會踢中 因為那個人有全心 而要拿個球 所以說那些前鋒式的犯規 我是容忍的 因為前鋒是不懂得tackle的 所以他一tackle就淘汰了 因為不知道怎麼tackle才對 但是你就是踩人的腳 你這樣不行 其實我第一天有機會跟你 討論看球 阿哥 如果你踢球看得到這樣 其實怎麼踢 想贏有什麼意思 是不是 沒有意思 其實我們說good football就是 令到足球作為一個運動 是有更多的美感 是不是 當然你可以說 惡感其實就是美感 好 這是一個哲學的問題 惡感其實還是沒有做美感 當然是 是不是 但是我覺得 如果看球看得到這樣 我真的很沒人 我認識這麼多球迷 每個人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都是說人家對球 踢死他 我們踢死他幹什麼 你有仇嗎 有仇嗎 那不是鼓勵大家踢死人的 那你覺得心良 我真的覺得心良 犯規可以是一個戰術 我也覺得心良 譬如馬董达踢他就對了 又動手又動腳 只要他不能踢你踢什麼 這些是活該死的 是不是 你不能無端端有一個 清白之軀 只要他踢死他 有什麼意思 或者你用手撥入 即好像馬勒當娜 都是用上帝的手 這樣贏了 他想怎樣 他想怎樣 他想不輸 就是馬勒當娜 即馬勒當娜一手 去脫球 和蘇瓦雷斯 把球推出來 是兩種東西 你明白嗎 是不是兩種東西 他想不輸 這個人是 那是 那個 那他 蘇瓦雷斯受到懲罰 但是馬勒當娜沒有 他很明顯 情急 我現在寧願受懲罰 這個馬勒當娜一脫打他 之後就說沒有 不好意思 好的 好了 廣播這件事 只要有開始 就不會有結束 所以我現在呼籲 大家要為籌組這個 BOOK CLUB 和交換之要 我不知道犯不犯法 做些盡力 今晚有些收獲 因為很多足球書很難找 足球的片段很難找 大家 潛用這個平台 希望大家在將來 看球的時候 是更加開心 還有一件事 如果你有一個長矛信箱 其實也不妨 將一些相關的心得 或者一些問題 透過長矛信箱 告訴長矛 這樣很煩 球迷很多 我就要看看 是否有什麼反應 我就要看看 是怎樣 我也有寫的 我的蘋果也有寫的 好了 我們節目時間到這裏 很多謝 李俊榮今天 上來跟我們講波 希望將來有機會繼續 下個禮拜上來 吹波桑 好了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這一個人 更好 這一個人 juk 您 說